无惨是鬼灭之恩的终极boss 因一己私欲而不断的制造杀戮 并且用自己的血将人类变成恶鬼来扩大自身实力 那么为什么无惨没有组建一支军队 而是要实行十二鬼月制度呢 十二鬼月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揭秘十二鬼月的诞生之谜 无惨可以用自己的血将人类变成鬼 根据给予的血量不同 鬼的实力也会不同 无惨变为鬼王后 一开始是大量制造普通鬼 采用人海战术来帮助自己寻找蓝色彼岸花 早期的鬼杀队并不强 只是普通的武士水平 普通的鬼就能轻松应对 所以没必要花心思去筛选 直到四百多年前 天才剑士结果园一的出现 才改变了这一状况 原因给鬼杀队带去的呼吸法 大幅提升了全体剑士的实力 使得无惨创造的鬼被消灭大半 因此无惨意识到制造普通的鬼不堪重用 而谋生了创造一支足以以鬼杀队抗衡的强大队伍 但是胆小如鼠的无惨却又惧怕下属反叛自己 为了能绝对掌控强大的鬼 也设下了许多限制 例如禁止鬼对外提到自己的名讳 以及禁止鬼抱团作战 那么无惨究竟是如何挑选强大的鬼 来赐予更多的鬼之血呢 首先无惨看重的是作为人类本身就具备强大的实力 其次是有着扭曲变态的价值观 还有就是与无惨有缘分能触动他的人 要说实力强大 无惨首先想到的就是将呼吸法剑士变为鬼 无惨在战斗中以永生作为条件 成功利用鬼杀队的主力成员 对自己的弟弟祭国元一心怀不满的祭国元圣 喝下了自己的鬼之血 将其成功变为了呼吸法剑鬼 并收入了自己的麾下 最初的上弦之一黑死木由此诞生 不久后无惨正面遭遇祭国元一 由于低估了元一的实力 无惨因此被元一使用的日之呼吸逼入绝境 若不是在最后一刻自爆分裂逃亡 无惨可能就会如此死在元一的剑下 元一和他的日之呼吸 给无惨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 而身边的诸事也因此逃脱了无惨的控制 这都是无惨不能容忍的 因此在元一受众正寝后 无惨便与黑死木联手将所有知晓日之呼吸的剑士 全部杀死断绝了日之呼吸的传承 并开始不断的创造鬼之精英来与鬼杀队对抗 鬼和人一样能成长为顶级实力 也是需要潜力和资质的 因此在江户时代的200多年时间里 无惨始终在日本各地来往 物色着自己中意的人选 以强迫或是自愿的方式将他们变为鬼 由于在没有鬼的地方却出现了闹鬼的传闻 无惨为了调查状况而亲自前往 发现了因为复仇而大开杀戒的伯志 尽管对于传闻的真凶不过是个人类而感到无趣 但无惨还是看中了伯志的实力 而强行将他变成了鬼 之后伯志仅靠着变强的执念 就成为了上弦之三一窝座 之后无惨在寻找人选时 发现了年仅20岁却没有丝毫人类应有情感的同谋 看中了同谋变态的特质 而赐予了同谋鬼之血 将吃人当作是一种乐趣的同谋 确实也是众鬼之中实力提升最快的 资质最佳的 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就成功升到了上弦之二的位置 而上弦之四半天狗是无惨在死牢里救下的 无惨特意跑到大牢里 找到了因杀人盗窃等罪名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半天狗 无惨对半天狗的虚伪胆小残忍十分欣赏 便赐予了他自己的血液帮助其越狱 鬼化后的半天狗随即杀死了凤行泄愤 而半天狗是真正意义上的恶鬼 之后无惨还在一个小渔村里 遇到了上弦之五玉胡 对艺术有着非常执念的玉胡 将前来取笑他的孩子杀死并装进狐狸 孩子的父亲因此前来复仇 将玉胡刺到奄奄一息时 无惨恰好路过 由于看中了玉胡残忍的个性和变态的兴趣 将自己的鬼之血赐予了他 变为鬼后的玉胡仍然追求着自己的艺术 在同谋晋升为上弦之二后 无惨在同谋的举荐下赐予了舵鸡兄妹鬼之血 更加强化了他们二人的实力 并且让他们接任了同谋原本的上弦之六的位置 后来无惨遇到了与自己过去状况接近的少年 下贤之五 泪 由于在泪的身上看到了过去那个冰奄奄的自己 无惨将自己的鬼之血赐给了泪 使他获得了强健的身体 但是泪在之后却因为杀死了父母 而陷入了无法接受现实的状态 无惨便表示 犯下错误的是没能接受泪的父母 藉此引诱泪逃避现实 并正式成为自己的部下 前任下贤之一顾获鸟 因为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而受到了无惨的赏识 自愿变成鬼为无惨效力 但现任下贤之一野梦却不是无惨特意挑选的 而是因为鸡肠鹿鹿的无惨吃了野梦的内脏后 却被其深情表白将他勉强收为了部下 所以无惨对他并没有任何印象 再之后就来到了鬼灭之刃开篇 无惨袭击造门家很有可能也是因为肚子饿 迷豆子个性温和 并不是无惨看重的类型 再加上迷豆子是被无惨攻击时 从伤口处沾染到了无惨的血液 而意外变成了鬼 没有等到迷豆子鬼化 无惨就已经离开 但戏剧性的是无惨忽略的鬼 却是他一直都在苦苦寻找的 能够克服阳光的鬼 十二鬼月是无惨精心挑选的潜力股 可以说每个人都有着特殊的个性 但如果选中的人类 一下子就接受了太多的鬼之血 可能会导致暴体而亡 反而是浪费时间 所以只能给予少量的血液 虽然说无惨千年来为了寻找蓝色彼岸花 一直逼着自己不断的制造同类 但下属的实力还是参差不齐 鬼灭官方公事书指出 没有强烈的执着和渴望的东西 鬼不会有大的进化 正是因为如此 无惨才实行了十二鬼月制度 让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竞争 渴望变强 集结成最精锐能够对抗柱的存在 十二鬼月又分为上贤和下贤 均是被无惨亲自赐予了浓厚的鬼之血 排名越靠前的鬼实力越强 全体成员的眼球之中 均刻有与自己顺位相符合的数字 但上下贤的克制方式并不相同 上贤是双眼克制 一只眼克有上贤 另一只眼克有其对应的数字 下贤则是单眼克制 眼球克有下加上其对应的数字 若是游鬼对自己的排位不满 则完全可以向上位发起换位血战 胜者晋级 败者将被胜者吞噬 虽然同为十二鬼月 但是上下贤之间的力量差距极大 因此自继父太郎 舵鸡兄妹成为上贤之六后 将近113年的时间里从未变动过 上贤相当于好几个柱的实力 而下贤的实力普遍不如柱 很容易被柱斩杀 下贤频繁更替 是因为被斩杀的太多了 这也是让五产新生厌烦的直接原因 在五产看来 下贤完全是给鬼杀队当成了培养柱的垫脚石 因此五产将除了下贤之一 也冒以外的其余下贤全部开除 在此之后不久 上贤之六 舵鸡兄妹被鬼杀队消灭 因此五产十分愤怒 随着半天狗和玉狐都逐个被消灭后 为了补充人手 而提拔了名女和快乐为新任的 上贤之四和上贤之六 在名女发现了鬼杀队的本部后 五产直接亲自带领上贤上门踢馆 十二鬼月是五产最精锐的部队 却在无限城中被各个击破 确实非常遗憾 但由于鬼之间的竞争关系 以及五产的忌惮 他们之间也没有合作作战的可能性 这大概是导致五产战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好啦 关于十二鬼月诞生的情报讲解 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帮小语按赞和订阅哦 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的通知了 你们的鼓励是我制作这一系列的动力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